拿起画笔和我们一起描绘五光十色的云南 从东川红土地出发 打开颜色的宝库 飞入油菜花田拥抱金色的春天 最后造访一片梯田 欣赏劳动者创作出的色彩艺术 红这抹鲜艳是云南大地的底色 土壤中的铁在经年累月的氧化作用下 呈现出热烈的色彩 人们向红土地讨生活的同时 也让红薯 荞麦 玉米这些农作物 加入大地的宴会 不过对于庄家来说 红土地并不算肥沃 人们不断寻找适合的作物 为它涂抹新的色彩 一月 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被寒冬的黑白色调主导式 西南暖湿气流覆盖下的罗平已是满地金黄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花园 油菜花是这里的主角 花开放时 蜂农要带着蜜蜂不停地去寻找鲜花最绚烂的地方 这是他们今年的第一站 蜂蜜是这片花海给予他们的新年礼物 馈赠不止如此 蜂蜜仅仅是副产品 每年油菜花海最多可以为他们的耕种者 贡献出五万多吨植物油 当海拔上升到三千五百米 一片草垫的出现 突然让人以为是 难道理成为super而且 优优 ب枇数 我优优的肉 type 带来那个季思诺 就 organized众把所有的人 反好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三百年来 哈尼族人持续创作 将山雕筑成无数阶梯 最多处有三千多计 山 水 林 田和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山顶树林蓄住雨水 半坡住人遇见更多阳光 下山坡布满梯田 渠道将水次地注入 每一块田都能得到滋润 线条汇旧 只带四季轮转 为它填充颜色 春天 梯田里很热闹 梨田插秧 希望被栽入水中 等待秋季 金黄满野 收获之后 重新注满水的梯田 映照着天空 等待来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